在少了陆客以后 台湾观光业虽然受到影响 但是在美国还是持续成长 观光局今年在纽约时报的旅展上面 宣传了台湾海湾旅游年 吸引了将近三万美国旅游界人事目光 请看我们特派员王一如来自纽约报导 这些台湾离岛的自然美景 凡是看到的人都会惊叹 不同于以往宣传观光时主打台湾美食牌 台湾观光局今年令人耳目一新 推出2018海湾旅游年 选出十大离岛为旅游目的地 而在美东最大的纽约时报旅展上 成功地吸引了美国各界的目光 我想在我背后看得很清楚的 就是我们澎湖的双新石户 这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自然景观 它是在台湾的离岛上面 有非常多非常纯净的天然的生态美景 那包括蓝宇 包括这个绿岛 包括这个澎湖七美等等 我们今年推的是台湾十岛 这个每一个岛它都有它的特色 我相信亲自去经历的话 应该都会看到它每一个地方不一样的美 目前排出了一个台湾观光年曆 那有这个国际级活动的所有全年度的这个行程都已经有安排出来了 那跟海洋相关的这个国际性的活动一共有十项 那这个部分就可以提供给所有的旅客能够事先来安排规划行程 在有超过三万人参与的纽约时报旅展上 斗大的台湾招牌非常醒目 天会上挤满了询问的人 除了有台湾观光大使欧雄组长助阵 还有中华舞蹈表演 而最受欢迎的是珍珠奶茶 去年访台的观光旅客再度突破千万人次 让台湾连续三年成为千万旅客大国 而今年强力退出台湾海湾旅游年 希望以本岛加外岛的旅游方式 让旅客有不同的体验 进而吸引更多的国际旅客来台湾观光 东西新闻黄汉捷王玉如在纽约报道